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很多时候只是生理性的关节弹响 对关节本身影响不大 但如果不只是咔咔响 还伴随有明显的疼痛 比如说多发生在肩 吸 这些经常活动的关节 而且活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 那就要注意是不是关节损伤了 发炎了 那么关节除了由骨头组成以外 它外面还有软骨和滑膜 还会分泌关节滑液 这个滑膜就可以分泌关节滑液 关节滑液就像是润滑油 让这两根活动的骨头在相互摩擦的时候 可以灵活一点 减少磨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就来看一看 一个好的关节和一个坏的关节 它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 好关节里面这个软骨呢 就像猪背一样光亮 韧带也完好 没有骨质增生 而那个坏的关节呢 软骨也磨损了 滑膜也增厚了 滑液也减少了 还长出了骨刺 这些才是造成关节疼痛的原因 所以啊 骨关节咔咔响响的时候 那是不是给您提了个醒 平时就得注意关节的保养 别等到疼了 发炎了 才想到要养护 问题二 让关节保持年轻 就要少动它吗 那听人家说呢 跑步健身呢 伤膝盖 那要少跑一点 是这样吗 其实啊 什么事情都是个肚的问题 静要有一个度 动也要有一个度 而且要讲究科学 那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重要的 和关节相关的营养素 叫做葡萄糖胺 也叫做胺糖 葡萄糖胺呢 它在这里面具有三个作用 那么第一呢 就是修复软骨 您要知道 我们的关节在活动当中 会不断地消耗掉软骨组织 所以呢 是需要不断生成新的软骨 来支撑整个关节的活动 葡萄糖胺就是可以帮助修复软骨 那第二呢 就是让您的体内 这个关节里面的滑液 再分泌的多一些 我们说了 滑液就像关节的润滑油 那如果多了滑液以后 那这个关节不就不会那么干涩 不就可以减少软骨的磨损了吗 第三呢 它还可以减少您关节的这种反应 不要让它那么肿 不要让它那么疼 还有实验研究表明 每天补充1500毫克的葡萄糖胺以后 吸关节炎可以发生明显的改善 那么在使用前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整个都是乌秃秃的一片 而这边的这个使用了葡萄糖胺以后呢 它的关节的这个炎性因子减少了 于是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关节结构 也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 所以啊 关节里面的葡萄糖胺充足了 滑液充足了 软骨修复了 炎症改善了 我们的关节是不是就保持年轻了 问题三 年轻就不会出现关节问题吗 有人会问 说我还这么年轻 那关节当然也是年轻的 也会出现关节痛吗 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发生关节的问题 我告诉大家不是的 那你比如说爱美的年轻女士 以及那些爱运动的年轻男士 他们呢 都往往会伴有关节的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个 我要跟大家多提一句的 关节最怕什么呢 关节最怕的是冷热不均 那冷热不均 对关节的损伤啊 其实是非常大的 今天呢 有很多人说 要风度 不要温度 在很冷的天 他可能也就穿着一个很薄的丝袜 为了漂亮 但是你要注意 这种剧烈的温差 在冬天呢 我们可能从屋里 很温暖的环境 瞬间就到外面 零下多少度的这种环境 这种剧烈的温差 它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那么此外呢 还有生活当中 因为温差 而导致关节损伤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像电热毯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电热毯呢 它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关节啊 冷热受热不均 它的底下热过上面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要特别关注这些生活当中 和我们的关节健康 密切相关的这些因素 还有我们身体内在的原因 我们知道 年过三十呢 这个钙的流失会加速 但其实我们体内的葡萄糖胺 也会流失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葡萄糖胺在人体内的变化 有一个趋势 会在三十岁以后 急剧地减少 而且几乎是垂直式地减少 那减少到什么程度呢 到了四十五岁的时候 一般人体内的葡萄糖胺的含量 仅相当于十八岁时候的百分之十八 也就是说 我们过了三十岁以后 自己的机体 基本已经不能再合成 足够的葡萄糖胺了 但是关节还得一直工作呀 那没有足够的葡萄糖胺 谁来保护它 那么关节的营养内耗大 不济又不足 于是磨损疼痛这些症状也就出现了 所以千万不要等到 关节的营养急剧下降之后 再开始补充 你年轻 关节可不一定年轻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 养护关节还是要趁早 谢谢大家 悄悄小黑板 话重点 纵是咔咔响 关节再紧抱 养护关节要正早 葡萄糖胺帮您 修复软骨 华丽关节 减少炎症 今天的知识点 大家都get到了吗 课后还有自测题 速来秀出您的 超强知识吸收力吧